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跟着刻意我挖掘云南秘境的不可思议 大早 现在早上6点35分左右 然后天微微亮起了远方山头 可以看到露出稍稍的一些霞光 那最主要那么早起就是要拍这个日出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这趟云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程 也是可以我非常期待的一个点 这里是哪里呢 就是圆阳梯田 希望今天可以拍到美美日出 尤其我最期待就是这个日出之后呢 这个阳光洒在这片梯田上 哇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美 那在我身旁这位呢就是马老师 马老师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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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羽羊梯田呢您常常来 嗯 这个一年也半年时间到这里 哇 是 那你看今天这样天气的状况 能不能拍到不错的日出 哎呀 今天这个地下的沿海有点高 是 潘之花的沿过来 也可以说是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呢 这个当这个日出之后 出了太阳 肯定这个梯田还是一样很漂亮 对 对 还是可以拍到不错的景 好啦 让我们一起期待 那待会呢 待会呢 待会我们要跟这个马老师 好好的聊一聊 就聊聊他拍照的经验 好 好 赶快卡位 预计今天大概是基点会出 应该是要红了 应该是要红了是不是 是 现在是太阳要出来要出来的 是 那个人打住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旁 真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 都来到这边拍照 好 跟着我们一起期待吧 云洋梯田可以说是我这趟云南之行 最期待的一处秘境 在来此之前 就听闻它广达36万亩的梯田 遍布在高山河谷之间 继续磅礴浩大 让我现在非常期待 躲在这片云雾之后的绝世精彩 今天说实在话 有点可惜 这日出拍的并不精彩 对对对 那待会再稍稍等那么久一点 看看这个梯田上 会不会上面泛着这个金光 那来到这一处呢 我知道这个景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多一树 多一树这个名字是我取的 您取的 我取的 当时我们在这里陪照片 陪照这里没有个地名 没有个地名 所以我当时想了一下 这里有一棵多一树 在那里 多一树 是 当时是怎么倒了一棵多一树 所以我就说 哎呀这个东西就叫多一树 就是一棵树 就是一棵树 就是来命名就对了 那您来这边拍照 大概拍了几年的时间 我在陪了28年 在那28年 将近30年 1998年卡手在这里陪照片 那来到这边 最佳的拍摄时机 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 12月 12月 有鱼鱼 二鱼煞行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是最棒的时候 那个时候清晰度高 那个银海是白的 是 不像这样子 银海是白的 而且银海很多时候在湖谷里面 像海鸭亚 亭平站那里 不动 这太高了对不对 不动 那当初来到这里拍照的时候 跟现在来这边拍照所看到的 这情况也不一样 景观相不相同 当时那个铁田面积比现在大 所以它这个铁田面积现在变小了 现在变小了 为什么变小 是种那个铁田变少了 种这个铁田 它一天只花20块钱 是啊 在外面导工至少是 这个薄薯 一杯 所以他就不喜欢种了 这个铁田啊 三十年以前是农民的命根子 嗯 它非常热爱这个土地 对 慢慢慢慢 三十年以后 现在变成了包袱了 变包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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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小不掉 不得不种 你不然它早就不种了 啊 他们这些房子 等一下我们在青椒里面去看 雪椒的房子是很大很高 雪椒是导工的 雪椒的房子很小 是这个草顶是饮死的 雪椒就不是导工的 嗯嗯嗯 那晚一点呢 我们再进这村子里 现在呢 就是离开之前 我们再多拍几张照 好的好的 好吧 那个银河这个村庄里面上来了 它上面整个都是雾啊 虽然最适合拍摄的季节 是在三月 但还是有很多游客 跟我们一样 选在四月这个时间点 来朝圣它的硕达便是美 虽然最终无缘见到 圆阳梯田的日出 但多一树这个名字 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哇 这棵树下呢 这个有牌子上面写 云南多一 这应该就是老师 你刚刚说的多一树嘛 多一树 这个景点的名称 就是这个树拿的 哦 我看到上面好像有结一些果实 这个果实是可以吃的吗 可以吃 那个苹果就是从这个堆树上进化拿的 哦 骨枝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现在这个堆树是没有进化 是熏的 所以它比较酸 苹果是停的 啊 进化是停的 就是这个鱼啊 从这里拿的 这应该是野生的吗 这个是野生的 可以拔来吃吗 可以 好 我看到那边有一颗 那里有一颗 好好地挑起来 你看 可以吃吃看哦 可以吃了 哦 是不是 味道是熏的 好酸好色 是 不过真的有点像那种 青苹果的味道 嗯 你真的可以吃 哎 老师 太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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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本来想说 要去吃早餐 没想到太阳出来了 而且那提前上还有倒影 哇整个亮起来 村庄也亮起来了 好 我们再多拍几张好了 我们再多拍几张 走 我想欲走环流 是我们对这里最美的眷恋了 山间水沟 如玉带 层层梯田 四天梯 云阳梯田 是哈尼族人 续带更云的山水画作 有人甚至称它 为地球上最美曲线 那我们现在就走入 这迷人曲线中 仔细敲一敲 这地方呢 叫阿者科 它最主要就是哈尼人 他们的村寨 而且呢 进到这个村寨里头 你可以看到很多 他们的传统民居 也就是啊 人家说的这个蘑菇房 对 那老师 嗯 请教一下 这外头看起来很可爱 住起来不叫什么感觉 冬暖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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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里面的这格局 大概是怎么样 空间运用 它一般是三层楼 嗯 你看下面这个是观深口 养动物的地方 中间这一层是这个人住 上面那个草点上 这个三层的上是 是 放这个砖胶 豆子啊 豆骨啊 嗯哼 看上面好像有个平台 还可以晒骨就对了 对对对对 这里是晒晒骨子 这房子大概都几年左右了 这个房子如果是它 建的好一点呢 大概七八十年 七八十年 七八十年 嗯 是 那个草 如果说是用毛草建 嗯 概念好一点 毁炸十多年 哦 像他们这一种 一般毁炸十多年 是 这个草可以换啊 草可以换 它用的是什么样的草 上上早年的是毛草 哦 毛草 嗯 毛草果然也会上干 是 这一代全部都是这种蘑菇房 对对对对 那当地人也叫蘑菇房 还是他们其他名称 嗯 这个蘑菇房是汉厨跟他们一起的 就是因为它的外形 像蘑菇 他们叫毛草房 就叫毛草房 嗯 传说哈尼人的祖先看到满山遍野不怕风吹雨打的蘑菇后 便兴起了用毛草盖屋子的想法 经过多年迁徙 蘑菇房的痕迹就在这片原阳山乡中留下 当地也流传了 谁不会盖蘑菇房 谁就不是真正的哈尼 这么一句话 小草玲珑的外观却具备冬暖夏凉设计完善的建筑结构 可以见得蘑菇房对哈尼人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也是他们的骄傲 现在我带你去看哈尼厨的传统名积 好 这种过去哈尼厨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 好 它里面有很多传统的 好吧 上去看一下 好 小朋友 你看 这个就是二楼 实际上没人住的 好 人就生活在这二层了 是 看一下 你看 这就是荒运厨的庄 是 这里既是客厅 又是人住的地方 又是这个厨房 全部都在这里了 就在这一层 哇 东西真的应有尽有 他们也在这边睡觉 然后外头那旁边还有一个 也有一个卧室嘛 对 对 这全部都是用这个木头 那木头 都是用木头做的 它必须要烧火 如果不烧火这个房子 这个点头起薄就化掉了 烧了火以后它不容易腐烂 对 原来用这个烟熏的 烟熏过之后 它可能就是防虫柱啊 防烂啊 对 原来还有这样的效用 里头还算凉快啊 对 而且呢 这个通风还算好 因为它旁边这边也开了这个窗子 还不错 上面可以去看吗 可以 那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 走 你从这里上去 大姐我们上去看一下 谢谢 从这里上去 哇 这楼梯有点窄 走 不到三十平的未挑高楼中楼 却装载了哈尼族 一家大小跟动物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像刘姥姥走入大观园一样 对这个村子彻底的刮目相看 大哥我刚远远就听到有人在拍打 这个东西的声音 那这究竟在拍打什么 他把布织好以后 用那个板栏杆 嗯 板栏杆把它染黑 哦 那个板栏杆是带焦性 是 所以那个布很硬 它现在也打 就把它打软 打软一点 打软一点就缝一缝 那打一打 应该也会变烹吧 嗯 被软一下就吹在你身上就舒服 如果硬的就不舒服了 对对对 可以帮你忙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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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看 哇 你看 这个重 哈哈 哈哈 这通常这一块要打多久的时间 要到軟 要到軟 所以這應該還沒有軟對不對 對 其實看他們這樣打得很輕鬆 打起來真不容易 所以它這樣子 你摸摸看這樣是會比較軟一點點嗎 是比較軟一點點 軟一點點 可是應該肯定還不夠 對 這通常要打多久 他們三幾枚 幾枚 再幾枚 這麼大 我不敢這麼大 一旁的大姐笑得如此真誠 徐徐不喊停 我想這應該是在考驗我的臂力吧 哈尼族習俗用藏青色土布做衣服 也用黑布或藍布包裹頭部 他們是黑色為吉祥色 保護色也是生命色 整座村子跟服飾的色彩一樣 低調淳樸 老师 我看這旁邊都有這水稻 這水最主要是灌蓋用嗎 對 這是灌蓋用的 光是灌蓋這水都那麼清澈 那那個呢 那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過去燃營用的 它這個現在也自來水以後 它就不用了 所以現在的自來水 這過去的井水 所以它自來水是那個管子那個部分嗎 對 那另外我知道就是像東山紅土地 它那個土地呢 它裡面有很多鵝卵石 那種土地存不住水 水會流失掉 那這裡的土它屬於是什麼樣的土 這裡土是燒紙土 燒紙土 燒紙土 這個燒紙土這個土層很厚 很厚 然後雨季消雨的時候 燒紙土把這個水倒下來儲存下來 然後到了乾旱季 它就慢慢馬上爬市 怪不得可以有這個地點 所以燒紙土就是在這個優勢了 山下土染 氣候 什麼都穩固在這裡就成雞田了 而且我看這水道裡面的水 這水量還挺多的 對 所以現在呢 算是這水多的時候嗎 不是 不是喔 現在是水比較少的時候了 所以這個因為我們現在是乾旱季 水是比較少 是 到了那個雨季的時候 很多 很多是個老鄉們會在上面 往去分流 不給它全部到這裡 不然就會淹出來了 對 它分流出去了 是 那我們再到前面看一下 好的 在村子裡逛一圈 不能發現沿線都是水道環繞 村寨連接上游的森林跟下游的梯田 由此可見水是維系梯田命脈相當重要的一個元素 哈尼人在地序險峻的埃勞山上挖出水溝渠道 把山泉水截流 讓雨水順序流下 再利用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地利條件 開啃出續界奇蹟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走進這些梯田去一探究竟 其實說到這梯田 從上往下看 你才能看出那樣的層次感 是一走進這梯田裡頭 你會發覺 你會分不清這東南西北 那說到呢 這個馬老師 他不僅是一個攝影愛好者 而且呢 他還是一名民俗文化專家 看他已經跑到前頭 幫這些插秧的姑娘們拍拍照 我也到前面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他 走 馬老師 來找你囉 剛看你這樣健步如飛 對呀 這樣走過來都不怕睡覺 我剛走的是 真真靜靜的 很怕那個重心不穩 我習慣了 是啊 他們現在應該種的是水稻嘛對不對 水稻 種水稻 水稻這裡水稻是一年幾貨 一年只種一次 一年只種一次 所以他這個水是一年四季都在 一年四季都在這裡 他沒有乾掉的時候 不加不通 可是這水有流通嗎 水會流通 會流通 從上面 留在這邊 正在流到上面 原來是這樣 我手上這個就是羊苗 我沒有親眼去看過他 那最主要呢 平常當然沒有下鄉種田 當然沒看過 那所以這個羊苗 他是這個當地人 他們自己種 還是買來的 這個是自己掃 自己去播種 其實這個寫一千 比較肥的 一千七田 把爆瓶 爆瓶用刮板 刮到瓶了以後 再把那個叫稻種 稻種 稻種掃進去 掃進去到六十天 六十天左右 六十天左右 五十天就可以薄起來炒了 六十天長那麼大 再把它拔起來 然後呢 就種到這水稻田裡面 這個是高山地區 高山地區 要五十天 南山湖谷裡 氣溫高的地方 四十五天到五十天就夠了 所以他如果氣溫較高 他就不需要那麼久的時間 他會長得比較快 所以加一加 您剛剛說 就是這個羊要收成要四個半月 加上種這個羊苗 大概要兩個月時間 所以一共大概是半年多一點點 對 就可以收成了 很多人稱呼 原陽梯田是天人合一的大地雕刻品 最大的有三四畝 最小的則只有一個水牛般大小 但對我來說走這田梗 基本上就是個特技 建在山坡上的梯田坡度平均 都在15度到75度之間 世代以重道為生的哈尼族 不只生活在舉世文明的奇觀中 也孕育出品質一流的稻米 我們現在要前往整個羊羊梯田 最大的一處梯田景觀區 這個景觀區叫霸達 不過 老師 我們通往霸達景觀台 是走這條路嗎 不是這條路 不是這條路 光景團在下面 這個光景團那個是 美牛的魚魚二魚三魚 是在下面比較好一點 1月2月3月在那邊比較好 現在太陽是拼白了 是 拼白了以後到下面 這個看不到比較好的景點了 所以馬上走 馬上走到另外一個 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去看 所以這個地方是用不一樣的角度 來看就對了 對 可是我看這條路不像是 常常有人走的地方 不是 不是 所以沒有人知道 只有你知道 看來這趟是跟對人了 因為這馬老師這回帶我們走的 可是私房秘境 我看到了 超壯觀 好大一片喔 這是報導梯田 是 如果這個我們去那個觀景團上看 對 那個 這個太陽界拼白了 是 這個宏觀不會亮到這裡 是亮到下面那個 是 真的是太漂亮了 雖然剛剛呢 還下了一場雨 然後呢 這雲霧飄渺 但是呢來到這裡 你這樣看過去 你很明顯就看出 這裡的梯田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壯觀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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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跟著在地人走就對了 不過這霸達梯田 真的是讓人歡喜 讓人憂 明明近在眼前 卻又隨時消失不見 來到這霸達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 這個梯田的規模 肯定比我想像中還要來得大 而且重點是啊 因為現在呢 雲霧繚繞 就是能看得到的地方 就已經很大 更何況 加上那看不到的地方 一定是更加壯觀 但是呢 雖然這景觀非常的遼闊 不過呢 我們也看到我們剛剛 上到這邊 大概是十分鐘不到 從原本看得到梯田 到現在幾乎已經看不到了 對 就消失了 就讓梯田就這樣消失了 因為這裡是遠一點 所以它就灰 那邊那個 野過草場那個地方 它距離近一點 日落的這個點序比較近一點 所以呢 拍到日落的機率可能會比較高 對 好 那我們就前往草場 草場 不過呢 我覺得這一幕啊 就已讓我非常難忘了 是吧 你看它已經像飛一樣的 飛上去 有人所謂起文章 所謂的 野陽提田是分分詐變 是 我說不是分分詐變 是秒秒詐變 對 真的是秒秒詐變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就前往那個草場 對對對 碰碰運氣 這裡其實不行了 是 草場好一點 走吧 好走 網路上有很多攻略 巨細迷移地告訴大家 最佳的拍攝時間跟位置 甚至取景技巧 不過千算萬算 大物一來 你還是只能舉白棋投降 只能對這片瞬息萬變的梯田 萬物心探 現在呢 是晚上將近快七點的時候了 那我們現在所在等待的就是日落 那現在遇到的狀況啊 其實跟日出一樣 就是呢 這雲層把整個這路徑啊 都給覆蓋住了 所以預計我們今天拍到日落的幾率 是微乎其微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覺得這個等待 是值得 尤其你在等待 是一個美好的事物 這趟來到雲南呢 我們看了許多梯田景觀 而他們各有千秋 而且呢 是展現出啊 他們各自的驕傲 這趟來到這雲陽梯田 對我來說 最大的感動是什麼 一方面我先說啦 因為我認為呢 它印證了 數大就是美 這樣的審美定律 另外呢 它美在哪裡 美在這不規則的層次感 再來最特別的部分 就在於這水梯田 它鑄滿了水 就像是一面面的鏡子 接連成片 清楚完整地 應勝出周遭環境 因素的變化 所帶給它的千變萬化 再我看來呢 我覺得這片梯田很像什麼呢 很像專業的模特兒 不管呢 你讓它穿什麼樣的衣裳 它總是可以把美 詮釋得淋漓盡致 剛剛跟馬大哥 在聊天的過程當中呢 他也告訴我說 來到這邊的遊客 有九成以上 都是攝影愛好者 來這邊拍照 來這邊取景 確實這麼看一看 你會發覺這裡 的確是攝影愛好者 心目中所嚮往的秘境之一 但是我相信所有人 包括電視機前的你 來到這裡肯定會有那種 不需此心的感動 甚至這輩子都難以忘懷 你所曾經遇見過的美好 哇 看一看 曉光出來了 或許我們還有機會了 曾經有詩人來到圓陽梯田 以為會文思泉湧 筆墨流血而出 但後來卻無功而返 因為他發現 再華麗的遲早 用來形容圓陽這片土地 都顯得蒼白無力 有機會大家 真的要親自來感受一下 這片連上天都感嘆的 彩色水墨花 究竟是什麼樣的狂歡派對 竟然會千方百計的 要抹黑別人 是 好 謝謝你 非常謝謝 好 謝謝 你知道中國哪裡的 雙胞胎最多 又要如何才能獲得 一件雙胞的好運呢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離開了圓陽梯田 那其實呢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圓陽梯田 它屬於是安勞山脈的一部分 我們剛剛沿著是安勞山走 現在來到是紅河縣 記得呢 我們在圓陽梯田的時候呢 有造訪著當地的哈尼族存在 那其實呢 這哈尼族啊 它有分很多的窒息 包括呢 在紅河縣這裡也有 而且紅河縣這裡 哈尼族呢 還被稱為是 義車人 因為看過去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整片的梯田景觀 確實在整個安勞山呢 就滿布了這樣的一個梯田 而對面的村寨呢 就是我們目的地 走 出發 剛剛呢 在上面也就看到這田裡頭 有幾位啊 就大姐們在插秧 在這邊 而且還邊插邊唱歌 重點是他們穿的是傳統服飾 加上他頭上戴著白帽子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 衣車人 走 我們過去看一看 大姐 嗨 您好 正在插秧啊 而且啊 我剛剛遠遠都聽到 你們是邊插秧邊唱歌啊 插秧的時候 心裡要唱的 是 所以現在正好是插秧的季節嘛 剛剛玩啦 只有這一區了 剩這一區了 因為我看其他田地 好像都插得差不多了嘛 對 差不多了 所以這一區沒插 是 因為剛剛呢 在山上的時候看到你們在這邊插秧 而且穿的是這種傳統服飾 短褲 工作比較方便嘛對不對 如果夏天的話 他們不用捲褲子 是 我看現在時間大家去點多 你們待會也是差不多要休息吃飯時間了吧 是啊 好 那待會跟大姐聊一聊好了 行啊 是 你們先忙 看你們好像勝一些些嘛對不對 好 加油 說到一車人 她可是雲南最性感的少數民族 以梯田文化為標誌的哈尼族 認為大腿的健美也許影響農作的關鍵 因此一車姑娘的緊身小熱褲 正是展現這個特殊的審美觀念 走到這兒呢 陳姐我看後面他們在拍打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是麥吧是不是 小麥 小麥 用棍子 去拍打的話把小麥的米尻出來 可以打出來 對 因為我看你這邊的梯田蠻特別的 它有這種一般是漢田 一邊的是水田 對 那水田我們知道你剛剛種的是稻 稻的部分呢 它是一年種幾次 一次 只有一次 那種完之後呢 種完之後放水 就繼續養著這塊土就對了 對 養那個水不要讓它汗 是 那其實這趟來就看你們的傳統服飾 非常特別 像是當然最大的特徵 就是會戴一張一個白色的這個帽子 先說說為什麼要戴這個帽子 白色的 我們的這個帽子是救命帽 因為那個我們的遺車人 被那個部落追兵追著 是 他跑到一個山上 突然開上那個三叉花 是 女的那個躲進三叉花裡面 因為那個部落追兵說 這個山上都是山叉花沒人 他們就抽退了 是 我們就得救了 所以的話這個帽子是救命帽 跟漢族是很相反的 是 你們死了就要戴帽子 我們死人了就要把帽子摘下來 剛好相反 是 表示尊重那個食者 你們就要戴上 我們就要摘下來 另外我看你們傳統服飾 有一個更顯著的特色 就是在於為什麼你們 女孩子短褲要穿這麼短 因為我們 伊特仁在山上那個被 部落追兵追趕的時候 被胡燒了 燒成穿得那麼短的一樣 是 所以的話我們穿得這麼短 所以跟這帽子一樣 就象徵了就是 懷念過去的這個祖先 他們所面臨的一個遭遇 去紀念他 所以短褲就穿得特別短 還有我們這個短褲呢 就是每一邊都有那個 這邊都是開的 這邊開 這邊都是開的 是 每開一邊呢 就是兩條線 一邊兩條線 十條線 每一條線呢 就有四密長 四密長的話 它繞兩三川 十一個結 是 所以的話 我們這個那個 沒有得到姑娘的同意 是得不到的 還有這個短褲 這四條那個線的話 就是這樣嘛 兩邊 對 我們把那個短褲的四條呢 拉住天井的那個四角 是 還有我們有一個獨角 那個獨角呢 頂住天井的那個中央 是 所以的話我們移車人 住的地方呢 不會發洪水 不會地震 就是不會有天災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短褲呢 就預依照這個意思 是 還有那個螺絲啊 螺絲 這是旁邊這個嘛 是你這個 這個螺絲呢 在水裡呢 它是開的 對 我們用手去摸的話 它就鎖進去 對 所以的話我們移車女人 穿得很短 是 感覺上看起來很開放 很開放 很容易得到的那個意思 但是你想得到它是很難的 移車女人從年輕到老 都對自己的雙腿跟具體 充滿自信 據說他們很多集慶 都是為了男女追求愛情 而舉辦的 一女多男 一男多女 或是已婚男女發展婚外情 都是被大方認可的普遍現象 看到這裡大家可別覺得我們的鏡頭帶點什麼暗示 移車族的舞蹈 就跟他們的民風一樣 這麼隨意 像極了早期的disco 動作簡單明快 大方展現他們敢愛就來的意識形態 接下來帶大家到移車人的村寨 看看是否有其他發現 這裡面的房子有一些是原汁原味的 就是很古老 那有一些是稍稍新一些些 對 那像我們之前在原陽那邊 一樣是去哈尼族的那個村寨裡面 看到那個房子就是那種 蘑菇房 上面鋪的是那個茅草 那過去這裡也是鋪這個茅草嗎 我們這裡茅草很少 我們這裡鋪的是那個稻草 稻草 稻草 稻草鋪的話 就兩三年幾年就浪了 臭了 終於漏甩 後來我們就不知哪裡學來的 就是那些瓦 就開始用這個瓦 來做它的這個屋頂 對 小的時候你有住過那個稻草房嗎 住過啊 是 我們家就是經常那個打骨子 我姐姐 我爸爸媽媽他們經常就是 捆那些飛回家裡 還有下雨的時候我漏了 這裡漏雨了去捕了 這是這幾年改變對吧 以前我小的時候 就是住到稻草房裡面的 哈哈哈哈 少數民族漢話已經是行居有年的趨勢 新的資訊流通 太幻故事的古老傳統工法 說實在是有那麼一點點可惜 不過好在屋子的形狀變了 哈尼族一車人還是依然維持祖先留下來的風俗習慣 自在地生活著 其實看看這裡梯田的景觀呢 同樣非常的迷人 層層疊疊就像是樓梯一樣 從山頂到山頂 而這也滿足了這裡所有哈尼族人 他們生活所需 另外也成為滇南一處非常特殊的景觀 今天逛了一圈 異車人他們的村在 從這個大姐在介紹傳統服飾的過程當中 可以深刻地去感受到 他們非常珍惜他們的祖先 所傳承下來的一切 包括了文化 包括了服飾 甚至他們用最實際的行動來表達 就是將他們對祖先的尊重 直接穿戴在身上 在我看來相處了一天 其實我覺得這群人真的是很可愛 異車人文化在我們的眼中 看來有點不可思議 但這些專屬異車人的文化 有著傳承數百年的歷史淵源 而且將會重視地保存在這個異車山項裡 等待下一個有緣人來認識 下一站我們抵達雲南末江 一個可以讓太陽轉神的地方 還要來這裡揭開一個特殊基因的神秘面紗 哇 在我眼前這條件呢 它是東西巷 正前方就是太陽升起的地方 我的背後就是太陽將會落下的地方 這條線很好玩 將這塊地一分為二 在右手邊這裡是熱帶 在左邊它是北溫帶 也就是說如果當你覺得熱的時候 不妨跨過來消消暑 如果你覺得冷的話 不妨再跨過來取取暖 這條線究竟是什麼線呢 這是一條神秘的維度線 而說起這條維度線 相信台灣的觀眾朋友應該耳熟能想 這條就是北迴歸線 說起了北迴歸線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甚至也聽過 但是它的定義究竟是什麼 說給觀眾們聽一聽 我們知道這地球是繞著太陽公轉 同時它也繞著地軸在自轉 而這地軸稍稍傾斜 它的角度是23度26分 也就是使得這太陽它的直射點 是落在南北迴歸線之間 最北它到北迴歸線 最南它在南迴歸線 而關於這個呢 其實在末江這裡有個傳說 當年跨府追日 它是最主要是為了拯救它的族人 它要降伏太陽 追著追著它來到了末江 沒想到它這個筋疲力盡 它竟然累死在這個地方 傳說它的皮膚成了黃土 它的毛髮成了綠野 而它的血成了河流 就駐守在這塊大地上 當太陽往北來到末江 它不知情這跨府已經死了 所以它會感到害怕 趕緊轉身往南竄逃 於是末江這裡 也被稱為是太陽轉身的地方 那說到末江 其實我們這回 是把它歸納成一個神奇的秘境 究竟它神奇在哪裡 以及這回來到這裡 剛好趕上了這一年一度的聖會 聖會的聖會先賣個關子 帶大家好好去參與 走 我們往上走 繼續看 末江是中國唯一的哈尼族自聚縣 北迴歸縣穿承而過 每年一道下聚 太陽就會直射北迴歸縣 因此這裡的哈尼人 跟太陽有很深的關係 也因為這樣的淵源 在這個標誌園裡 展示了許多生動的雕塑 讓遊客增長難得的天文 跟地理秩序 不過最讓我好奇的地方 就在我眼前 這邊有個盔陽塔 盔陽塔這裡頭 有一個盔陽孔 那盔陽孔可以看到什麼呢 就是在這夏至的某一天 就上頭有個洞 你在這邊往上看 它在某一個時刻 這太陽這樣子往北走 走到一個點的時候 它會突然往南走 不過這一次 只有一個人看得到 因為就是在這個孔 所以來的時候 肯定要排隊 然後要來隊時間 你才能插得同鄉 台灣的嘉義 花蓮 澎湖 也都有北迴歸縣經過 因此對於台灣人來說 應該不是太陌生 不過在墨江這裡 倒是因為北迴歸縣的因素 出現了許多巧合 剛剛有分享說 其實我們來到這處秘境 屬於是一個神奇的秘境 但它究竟神奇在哪裡 其實剛剛在墨江一路上 我們看到了許多一個 蠻奇特的景象 什麼樣的景象呢 因為我們遇上了很多隊的 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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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這地方 雙胞胎特別多 尤子儀說 他說這是北迴歸縣經過 因為北迴歸縣又被稱為陰陽縣 所以這地方可能會比較容易 生出這雙胞胎 當然這是一種說法 另外一個說法更神奇了 就是這裡有一對景 而這對景被稱為是雙胞胎景 那只要喝過這雙胞胎景的 這個景水的人呢 通常就很容易 就可以懷出雙胞胎 但這個說法 到底可不可信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眼前就有兩口景 其實它就是這雙胞胎景 而在景的背後是一個村子 就是河西村 據說村子裡頭有三十戶人家 但是呢出了六對的雙胞胎 算一算這幾率真的是挺高的 至於這泉水到底好不好喝 什麼樣的味道 我們過去嘗一嘗 走 然後再來那邊呢就是陽景 就是呢 如果來到這邊想要懷這個男的雙胞胎 你可能就喝這陽景你的水 如果想要懷這女雙胞胎 就是喝這陰景的水 那我們先從這陰景開始喝起 絕對不是我重與輕男喔 好 嘗嘗看 而且你們可以看到那個水啊 真的是非常的清澈 嘗嘗看 哇 喝下去通體舒暢 沒有啦 這開玩笑的 其實呢這泉水呢 喝起來還蠻甘甜的 重點是呢 在這麼熱天 喝一口這樣涼爽的水啊 是蠻舒服的 至於能不能生出雙胞胎 這個我也不知道 好 就一切都看命運的安排 那另外呢我們也過去啊 看一看那個陽景的部分 或許觀眾朋友呢看到這個 會發覺這裡的遊客好像特別多 當然一部分都是慕名而來 另一部分呢 今天是5月1號 5月1號是什麼樣的節日呢 就是哈尼族的太陽節 那另外呢也是國際雙胞胎節 而在末將這裡呢 會舉辦一系列的大型的慶典 而待會兒也帶著觀眾朋友 好好去參加感受它 熱鬧的氣氛 好啦我也去喝一口陽景的水 說到這景水有多神奇呢 不只附近的河西村 整個末將縣約有38萬人 據說就有一千多對雙胞胎 看來這陰陽雙景 真的該來朝聖看看 不過這時候我突然想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不過仔細想一想啊 這生小孩並不是一個人的事喔 自己喝呢沒用 要另外一半也要喝 所以呢 裝一瓶回去啊 則一起分享 而且呢我這一瓶呢很了不起啊 裝的不僅有陽景的水 還有陰景的水 所以希望可以生出龍鳳胎 裝完了精水先別急著走 想求雙胞胎的人 這時候步驟只做了一半 接下來還要到旁邊的雙胞石床上面躺躺 感受一下天地靈氣 至於這些做法是否真的有效 觀眾朋友不妨親自來證實看看囉 剛剛提到這次來末江 剛好遇上了一年一度的太陽節 沒想到慶祝的方旭 竟然是光明正大的抹黑別人 這奇特的一序 我們趕緊帶大家進去感受 其實走在這一帶呢 你會發覺為什麼這裡有很多人 他臉上是黑的 甚至呢我也沒有把握說 待會走一走 這臉到底會不會變黑 因為呢就是有人湊過來 把你的臉給弄黑 但是當有人把你的臉給弄黑 你千萬不要怪他 因為這代表是一種祝福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末江啊 末江啊就是當地呢 有一種習俗叫抹黑臉 那至於為什麼會有抹黑臉 這樣的一個儀式呢 這源自於少數民族對這火的崇拜 而哈尼人對火也是非常的崇敬 因為他們認為火可以帶來光明 帶來溫暖 甚至它也有毀滅性的 這樣一個破壞的功力 那所以呢 他們認為這火是神聖的 那抹黑臉呢這東西啊 並不是一種顏料 而是呢它取用 就家家戶戶這火堂裡面 這罩子的鍋子底下的一個 這叫鍋煙子 也叫做黑末 那這東西對他們來說非常的神聖 抹在臉上呢就是一種祝福 像是當地人這新娘新郎 他們結婚之後呢 他們也要互相抹上這黑臉 這抹在新郎的這個臉上啊 就算是啊讓他這個平平安安 抹 謝謝 謝謝 我忘記我要講到哪裡了 OK 抹在女孩身上呢 就是希望他越來越漂亮 抹在男孩身上就是越來越健康 抹在老人身上就代表是長壽 抹在孩子的這個就是 他叫我我 就是 就算是平安 好啦 那可以我現在呢 算是啊也是得到了滿滿的祝福 應該要挺開心的 不過我現在看不到自己 我身上很黑嗎 臉很黑嗎 好吧 我們進去好好的感受一下這種 熱鬧的活動 真的要幫我們拿著 哇 真的是大家臉都是黑的 對 不論是年輕妹妹還是中年大叔大媽 人手一袋加工過不傷身的碳粉 加上主辦單位提供了鐵鍋大的墨粉衫 給出了民眾包夾攻擊或許單兵作戰的武器 我們回來了 欸 欸 祝福你 四面楚歌哈 連平常嚴肅的警察 這時候也難逃一劫 其實滿開心的來到這邊啊 第一次這輩子啊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雙胞胎 就在這樣子一個廣場上 雖然現在臉磨得挺黑的 大家看起來感覺都是一個樣 但是我們還是很好奇的 這雙胞胎啊 他們究竟啊 這個為什麼要來到這邊 你們這邊有誰有雙胞胎 舉手一下 我們都是雙胞胎 真的假的啦 真的 真的 有他們去雙胞胎 你們兩個 他們兩個 這個有像 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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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問你們 你們從小到大會不會有所謂的心電感應 有 有 謝謝你 真的有 真的有 這是你們第幾年來到這邊參加的 國際雙胞胎 第二次 前年來過一次 那第二次參加的心情怎麼樣 就很高興 然後見到我們家宴出來的家人 然後呢 就說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很開心 而且可以認識 來自世界各地的雙胞胎朋友 我們是在一個雙胞胎下語 在網上一個群體 有兩千多對雙胞胎 所以每年 每年我們來的人會不一樣 大家都約一約 就是 互相通知一下就來了 有時間的 然後會來 您哪裡人 我是江西的 江西的 剛剛有山東 有江西 還有這個廣東那邊的 有北京的 包括新疆的 就是我們都來了 然後 最主要的 明天我們 我們中國雙胞胎家園 有一場雙胞胎相約會 我們 裡面有一對雙胞胎跟雙胎 明天參加密集婚禮 我在採訪 你不要吵我好不好 是啊 人家上電視啊 對不對 要注意形象好不好 好 是啊 好 謝謝你 非常謝謝 謝謝 這裡打招呼的方式 我老爸咧 好啦 謝謝 你好 來這邊打招呼的方式 不是握手 不是寒暈 就是直接 就是直接用 對 就是直接用黑黑的東西 把臉上抹一抹 就是最棒的祝福了 好啦 我們繼續在這邊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對啊 謝謝 這個母黑節狂歡派對 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雙胞胎 大家出其不意的黑一掌 讓人是越玩越奇境 不過 再三呼籲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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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被抹多黑 都要心存感激 太認真 那你就輸了 看我這樣就知道 我們剛剛歷經了一場大戰 好 那現在呢 算是暫時收兵 我們要找一家飯店 先梳洗一下 因為晚上呢 待會還有一場盛宴等著我們 而且呢 參與這個戰真的肯定不只我 來看看啊 這我們的菜島 對 曬得多黑啊 那另外呢 沒看到就是我們攝影師燕章哥 更黑 祝你那個幸福快樂又美滿 好不好 其實呢 說到哈尼族人呢 他們也像傳統 就是當有重要的節慶 或者是有嘉賓來造訪 他們就會擺起所謂的長街宴 而這長街宴少則呢 可能十桌 多則上百桌 而這回呢 因應了這國際雙胞胎節 有來自全中國各省 以及啊 就全世界的嘉賓 或者雙胞胎來到這邊 參與這場活動 所以他們也擺起了長街宴 而且這一擺多少呢 擺了六百多桌 看一看呢 真的是非常壯觀 從街的那一段 排到這一段 再到這廣場 繞了一大圈 那待會呢 我們就好好來享用這一餐 感受啊 他們這種熱情與用心 來自世界各地 不打不相訊的千人參序 光想像那幅壯觀畫面 就令人興奮 不過計畫 永遠趕不上變化 原本呢 表定時間六點鐘啊 這長街宴啊 就要開始 但是呢 突然打了一閃電 下了一場大雨 到現在還在下 看到這旁邊呢 很多人都擠在這大樹下 並不是呢 要來搶拜 而是呢 大家都在躲雨 那我們也很納悶 因為其實呢 我們今天的行程還是挺趕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或許啊 真的沒辦法留下來 享用這一餐 但是呢 雖然吃不到 卻深刻地去感受到 當地人他們真的非常的用心 這回來到末江呢 其實最讓我感動的地方 是在於 末江它是一個小小的城市 但是它把它這城市的特點 彰顯化 並且呢 把它推向全世界 每一年都舉辦這雙胞胎節 並且呢 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都來響應這個活動 大家這邊 確實深深刻刻去感受到 真的是蠻開心的 而這處呢 神奇的祕境啊 也為我們雲彈行 畫下了一個 完美的據點 懂得欣賞旅程中的遺憾 才是最大的收穫 這趟雲南行 總是在雲霧飄搖中 期待奇蹟 也許等不到最好的美景 但留在心中的回憶 已經是最美的風景 下週秘境不思議 將前往中國廣西 正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 楊壽山水甲桂林 楊壽的美到底有多神奇 據說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座山 月亮是會變化的 欸 浮起來了 楊壽獨特的喀斯特地貌 更開啟了中國野外攀岩的仙河 其實攀岩呢 真的挺累的 想感受古鎮的悠情俱美 品嘗最道地的黃瑤三寶 請鎖定廣西秘境不思議